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情保卫战 有请三队嘉宾 有请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队情感嘉宾 胡先生六十四岁 来自天津 退休 毛女士六十二岁 来自黑龙江 退休 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自从他去年除去工作以后 他这个人就彻底地变了 就喜欢王老太太多久 怎么跟我就没有话了呢 我们都一把年纪了 我们能有什么事 他这个人就是小心眼 说我小心眼 我看他是心眼太多了吧 还自己想回藏小金库来 我不是不想跟他好好过 他就想把我挡地出门 他还和我分居 我从天津到东北 我图的是什么 这两位什么关系 我们俩是2017年 我来到北京参加工作以后 在一个单位里相识的 我们俩都是二婚 结婚几年了 六年了 结婚六年 到了这个岁数 为什么来我们这儿呢 其实吧 他能就是说 放弃咱这个大城市 跟我回到东北 我挺感动的 我也就是觉得 也挺有安慰的 回去东北以后 我们俩生活也非常甜蜜 他你处处都关心我 爱护我 而且你把他那个会的那些 天津的特色那些菜 都给我做吃 我挺甜蜜的 可是你从七年开始 说想找份工作 我说可以呀 我就通过那个同学 就帮他找了一份司机工作 就从他找了工作以后 哎 他就飘了 和原先那些人 我都有点不硬似的 哦 不是 你这不是开玩笑 我变 我能有什么变化 我说姓范老师 你们听着 咱还是那句话 会说不会听着 我是一个天津人 爱说爱笑 特别常亮 其实我自己就捧我自己了 我真的 可是呢 我跟他到东北去 我受不了这种寂寞 还不错 他看出我的心思了 然后你就说 我带你去玩玩走遍 旅旅游 而且我给你介绍俩朋友 因为我这人呢 就喜欢那个小猫小狗动物 还喜欢钓鱼 他那么着 给我联系几个朋友 再说呢 我上班 我这个工作呢 也特别适合我 就这样呢 一来二去 有了新的朋友 什么工作 他现在是司机 我司机 就是给公司里边 拉点东西 可是他自从 有了这份工作 把我就是放在一边的 回家也不跟我聊 他就跟小区这些 老头老太太 那聊的那个欢 有一次他修班 哎 我信他修班 我就做点好吃的 对我们的他 等我买菜回来 我刚一走到小区门口 哎呀 一群人围着在一起 哄堂大笑 哎 我一紧忙凑起来 我看怎么回事 哎 我看他在中间表演呢 都听那帮老太太 小媳妇 成明星的捧着他 你这人说话 就大惊小怪的 这聊聊天 那有什么 再说呢 人家一看 我是天津人 人家就感觉到 天津人说话 挺根的 人家特别喜欢 而且呢 谈到了说 哎呀 你们天津是个好地方 你们天津 饮食挺好 小吃特别好 我说对了 天津轮吃 那没有挑 哎 那你给我们讲去吧 那么着 我就开始 什么 十八姐妈话呀 儿子点啥搞啊 狗不离包子 我给他们一讲 他们餐的哈拉都留下来了 捧我自己的家乡了 我就把他给忽略了 其实我说起来话 我没有啥意思 他这人就是消息 你这个事 咱说你没有啥意思 那我问你 你和咱邻居小方 是咋回事 小方 你说的 能说清楚不 这不就是那个王阿姨吗 小方 你说他本身就知道 小方是个单身 小方家里坏个灯泡 通过下水道 挪个家具 或者是有点什么的 扛个大米 只要有点啥事 就找他 不不不不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你最好把话说明北来 人家是本地人 我是一个外来户 我怎么了解的这么详细呢 你看你这说话有点大茶了 接风邻居住子 互相都有个造型 再说呢 我这也是奔启事的老头子了 我还有啥 不是您干了什么了 我那天回来呀 正好这王阿姨 我来呀 这个胡大哥 你手来给我绑我忙 我这港菜这灯泡 扑着一下就猫眼了 吓我一跳 你看看我这 找出个灯泡 我也不行 你给我换换 换了个灯泡 你再说 你就不老实 你就换个灯泡吗 那他那下水是谁捅的 哎呦 天哪 就顺便给人捅捅下水道 哎 你是谁老公啊 你是为他服务 还是为我服务 为啥 你什么事都找你 他不找别人呢 小区没有物业呀 有的时候 原水救不了近火 对吧 他现在捅一下 猫了眼了 还能下火 啥看不见了 还得找物业 那他三哥 我是四单元 他三哥就是三单元 打个电话 他三哥不能来呀 我就先说哈 这个男女啊 必定有别 特别是他是个单身 你做事吧 不能那么脑瓜 那么简单 你得考虑考虑 银言可畏 这咱都不说哈 他这是 单小区 是挺受欢迎的 这天津人 他自己就讲 可美了 可有姻缘了 有一天哈 人家 也是楼上 这邻居吧 说 哎呀 你爱人 挺热情的哈 我看的 大盆小碗 我想 方家端那么多东西 结果我一进屋 我一问他 我说你买那些菜 做的饭都哪去了 他说那给你留的呢 我一看 就给我留这么一小碗菜 我说那些菜呢 自自扭扭的 我给隔壁 那个王阿姨送去了 以前就说过 想吃我做的天津菜 那你为啥就做的菜 都给人送去 给我留那一小碗 你要既然那么说 那我给你说说你 我跟他回黑龙城之后呢 我确实实 我认识的人家少 而且呢 我也知道 我们俩确实 刚开始互相敌铁 真的特别好 打我上班之后啊 后来不过少个工作吗 我开车 多少弄点 小继续 这不也是为了家庭吗 哎 这倒好 不知道啊 哪根筋打错了 学跳舞了 我说你这都老太太了 老胳膊老腿 哪天玩一下 你自己受罪 她说你回来 你也跟我去 我说我可不跳那玩 是吧 好啊 我下班之后啊 我到广场里 看那小曲门头呢 装长 那舞曲在那响仔 再看他 跟那老头在那儿 哎呦 那真是没挑了 这小体型在那跳的 哎呀 五指白胎 又打箭 又 又搂摇的 我当时我气得活 往上撞 我心话说 你不是跳那个大活的 集体舞吗 一块跟着 你这都搂搂宝宝的 我说心话 你还老替我男女 瘦瘦不起 你这都搂了 我上去我就给他拽下来 我也想 宰一下那老头 知道吧 我的媳妇这么漂亮 叫你娄子 我还没娄够了 他倒好 没臂没脸 他给我一套 我跳舞 是为了气你 你跟小房那么多关系 我说你 你还不承认 你能气我 你以为我就没人就 喝我俩那个 干啥了 我就这样 主要你王阿姨 我们也没有什么 身体肢解除 谁看见你有没有身体接触 你看这不 现在还去王阿姨家送菜吗 哎呀 这都是老荒利了 放过去了 这就是我们一个说吗 就是我给他去找工作呀 我是千错万错 其实我们俩呢 都有退休金 他呢 俺家孩子呢 都挺优秀的 都不用我们俩承担 他就挣了点钱 他就穿在他兜里 你钱呢 他挣钱呢 都给我 这回呢 从挣完钱 你就不给我了 我就问你 这么长时间 老板给你开多少钱呢 你现在 挣多少钱了 他挣赌了半天 他说 我给孩子花了 我说给哪个孩子花了 我还能给哪个孩子 我跟您那么说 我这回一个呢 走了上东北了 这么多年呢 也没人照顾他们 我就觉得呢 孩子呢 每逢国生日啊 还有得考学考的挺好 我为了鼓励一下孩子 而且孩子跟我掌嘴了 爷爷 您给我买个手机行吗 你说 我就呢 给孩子花点钱 您干嘛这事 不让孩子 他奶奶给孩子买呀 好人 你留给自己老婆做呀 老师 我不瞒您们说 我自从跟他来到这儿 我特别特别地窝火 来了之后 得买套房 可是呢 我呢 就是因为什么 我是个天津人 办手续嘛 他挺 好多手机挺麻烦的 就以着他的名义 买了一套房 挺好的吧 谁出的钱 我们俩的钱 两个人的钱 对 写的两个人的名字 不不不 没有 要写的两个人的名字 我倒没事了 他就写他自己的名字 我真的喜欢他 爱他 我的钱不就是他的钱吗 所以说我没把钱放在这个心上 所以说谁买都行 谁谁的名字都行 可是呢 前不久 他又想买套房 他自己做主 他又买了 他而且这房子买完之后 又写他的名字 这个家说我咋的呢 我现在住的是一楼 正好我家二楼卖 我现在你说多方便 就是来个人来个钱 是不是也宽敞 我一想 你说他的儿女 要是上东北去看他一下 你说不 给放哪儿 我是这么想的 我问你 这两套房的 是不是咱俩婚后买的 没错 那婚后是不是咱俩的共同财产 写你名和写我名 有什么区别 你有区别 第一套写你姓毛的 那第二套还是你姓毛的 你把我放哪儿放 我不管你怎么说 反正我就觉得这房子 写我的名字到哪儿 我说过去 这是我的房 可是这两套房都是你的名字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对 但是他从个人感情上来说 因为人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是法律 作为感情动物 法律有法律的规定 但是你要允许我心里不舒服 我有我的理解 您的想法也特别好 但是我特别关切的是说 为什么那小片里说 您现在说买两套房了 对啊 小片里为什么说你们分居呢 这二套房买完之后啊 他挑毛病 抽眼了 身上有味了 不危胜了 睡觉咬牙放屁 他以这个借口 他板二楼去了 你说他下班回来以后 在外头一天的衣服也不换 突然之后就躺床了 我爸一闻到烟味 我心就难受 脑袋就像出了个景色 这个烟我也不是为你没记过 老师我说心里话啊 就用这个鸡烟 我记一回烟我得三回病 烟肯定是戒不了了 分居这件事也接受不了 怎么办 你们来干嘛 我现在就是感觉哈 就是我们俩现在生活呢 就是没有什么大事 但是这些鸡毛蒜皮事 搅定我的心里啊 个个硬硬的 我今天来这个电视台 我也是就是经常看你们节目 我觉得你们嘛 都能把你的心呢 缩开 我就想你们能 给我吃点迷惊 进退两难 让我整出这个孤区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 理解理解理解 来吧 咱们今天还有年轻夫妻嘛 你们怎么看啊 感动深透 男人都是这样 吃的锅里的 看着外边的好 还有呢 他那个孙子 就你给钱 你必须跟大姐说一声 我是觉得吧 应差始终 庙不火一庄后 我还是想劝劝他们俩 叔叔说实话 如果我代入阿姨的话 我也挺介意的 就是不管咱们多大年纪 就是和异性 还是得保持点分寸 好 许总 我先确认几件事啊 就是老公和那个邻居 现在还给人家修灯泡 做菜送饭吗 现在没事跟我发言 大哥 您介意那个房子 到底介意的是 没跟您打招呼就买了 还是说 介意那房本上 没您的名字 这个两者都有 哪个更重一点呢 最重的是分剧 稍等 接下来咱就谈 这最核心的事 原先那个一套房的时候 您是住在一个屋吗 对 新买了一套房 然后就分开了 您买房的目的 到底是跟他分开睡 还是为了所谓的 他的亲戚来了 有个住的地儿 那当然 中子是为了 就是说 他的孩子来了 住的方便 也改善我们的生活 但是在我们看来 在大哥的感受看来 您是蓄谋已久的 一系列的计划 使他越来越觉得 跟您啊 沟通有障碍了 越来越觉得孤单感了 越来越不知道 您到底要做什么 这是他的感受 这也是给我的一种感受 所以说 好好地 咱们得住在一起 虽然有很多的老人啊 上了一定岁数 是不太习惯 住在一个屋 但是咱得住在一个家里 我觉得叔叔阿姨之间 是有爱的 就至少是 叔叔对阿姨 是非常喜欢的 无论从形象方面 各个方面 都是非常喜欢的 阿姨呢 如果你觉得 这个叔叔这人还不错 也相处了这么多年了 互相理解一下 而且呢 希望你们能够搬在一块去住 两个人还是要 吸引不离的 然后躺在一张床上的时候 唠一点知心的磕 这才是老伴 知冷知热的 我可能对这个事情想的 不是那么像你分析的这么深 我就因为我们俩 现在身体都挺好的 我就是晚上去睡个觉 那你说说 叔叔做饭 洗衣裳 不还都是我做吗 我也没有说跟他生活 所以现在 我跟您说阿姨 您真的应该感到庆幸 就是这个男人 跟您揪着您 跟他分居这件事较真 就证明这个男人 他是多想和你在 当有一天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你最好别来管我 我最好天天能去 那个小方家里面 修灯泡的时候 你看你还有这个劲儿吗 第二次婚姻 真的是需要 比第一次婚姻 更大的勇气 两个人也需要 比第一次婚姻 更多的智慧去经营 阿姨有没有发现 你一直在强调说 他来了东北之后 有了工作之后 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在有了工作之后 发生了变化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 他就是外面有银的 或者是说他不爱我的 是因为他有了工作之后 找到了在那儿的归属感 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其实您应该感到高兴的 就是您以前觉得 他的生活里面只有您 但是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常态 如果一个人 一个正常人 他的生活当中 只有另外一个人的话 那时间长了也挺可怕的 已经到这把年纪了 而且又是第二次婚姻走在一起 肯定是因为爱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就多要发现 对方身上的优点 我就想说啊 单身女性使唤人家老公 请通过人家妻子 单身女性背着人家老婆 私下使唤人家老公 没规矩 我就对这个恨恨了 你说那王阿姨 其实特简单 那王阿姨直接就跟 毛大姐 我们家灯泡坏了 能麻烦我姐夫帮个忙吗 这是你说 这么多好的事啊 对接了接方 这话一说就输他们 然后就是 有句话叫 华宅散人气 为什么华宅散人气 人什么时候最舒服 我就跟我自己待着 就是最舒服 最好身边谁都没有 家里居住空间一大 俩人各自都有 躲麻烦的时候 就把对方当麻烦了 你不信没那二楼 其实能忍 谁身上没个毛病呢 彼此之间 为什么忍不了 是因为没必要 为什么没必要 因为空间足够大 所以华宅散人气 别看家里 斗室 斗室特别具人气 但是有一点啊 要真是以我大姐为中心 胡德哥 嘴里有味就是有味 这是客观的 刷干净 多刷牙 很简单一件事 这次日子要过 就得住一起 不想过了 就别住一起 这年头谁还会让你们 忍辱负重啊 也没有什么乳啊 我做不到 那就好好在一起 就好好过呀 一定要住到一起 我觉得 什么小方的都是 旁支的插曲 真的不是这段情感当中的一个主旋律 邻里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了 过去认为搭把手的事儿 现在全变得不正常了 因为人和人的心锁锁在一起了 我其实那会儿好像帮着换个灯泡 没谁说呀 就是刚才 我知道刘老师说的单身嘛 大家刻意强调的是 要去跟他 刻意强调的是单身嘛 就是跟阿姨说一下 其实过去也有嘛 住大桶子楼的时候是把门打开换灯泡嘛 必闲嘛 都有嘛 这个就是看你一个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个事儿和这个问题 所以我说的您就记住了 你们俩要不要在一起取暖 你决定 我们谁都决定不了 我们帮您疏导不了任何烟臭你需要人 打呼噜你需要人 我们都不需要人 如果他是您的少年夫妻呢 这还是问题吗 那就把他当成少年夫妻 因为已经是老来的伴 您自己琢磨 好吧 谢谢两位 来请回 本期第二队情感嘉宾 张先生44岁 来自黑龙江 木工 王女士46岁 来自黑龙江 家庭主妇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请给你们的婚姻状态打个分 零分 他挣钱也不往我家里拿 回到家里就把我当成免费保姆 我跟他俩过日就是遭罪 我打60分 他不相信我 一天到晚没事找事 这日子也是冥冥千想得过 你觉得你们的婚姻还能挽救吗 他什么事情都干在他们家那边 从来都不和我一条心 你说这日子咋挂 家和万事兴 只要以后他能多多地理解我 这日子还能过下去 来吧 说说吧 我看这小片里面打了零分了 说老公不交钱是吧 就是妻子觉得完蛋了 丈夫觉得能凑合 还凑合 回到家还得照顾孩子 我也挺累的 后来呢 孩子越来越大了 就需要学习啥 不得看着吗 所以说我就回归家庭了 那您这个家庭主妇 或者全职太太 做了多少年了呀 做了不到十年 这几年他就开始挣钱 往家拿得越来越少 各种旅游堂缩 就说现在呀 不挣钱呢 包括有时候 人家没款没结呀 或者说这超过预算了 我就就说 不可能不挣钱 如果要是不挣钱的话 咱可以不干的 是不是啊 我感觉他就是钱挣了 不全交给我 自己藏心眼了 是这样的老师 这一年吧 原先期的报价吧 假设等我报了五万 我回来跟他说 有一万五千块钱的利润 咱也是分享一下 我的喜悦 然后回说完之后 那种种原因 就没拿这么多钱 回来他就质问我 那当时你不是拿一万五吗 你现在你怎么 没拿回这么多呢 他也不理解我外头有多难 还有呢 现在的手机呢 我一碰一下呢 几忙就拿起来 然后再来一台电话 几忙就上外边接 就房我就跟房贼似的 我一听是个女的 我说你那是谁呀 哎呀 这是女房东 我俩也就是研究研究 这房子怎么装修 怎么布置 现在这个装修是这样的 多数都按女房的意思来装修 然后呢 有的男方就说 你家我媳妇个微信吧 回来之后吧 他是怎么的 看手机 这怎么是个女的呢 你看你发微信 我说两件安倍的话 问问他 今天女的叔吃饭 这可能吧 咱能那么多吗 就是在你的心里面 是有一个逻辑的 这个逻辑是 因为交不上钱 所以妻子开始出处怀疑 对 是的了 是吧 再说他交不上钱 像你这个房东 给他钱了之后 你给我看一下 你说媳妇这个工资 他给我发了 多多钱 我转给你 是不是也可以 那为啥 他说就说 我今天就给你转两钱 今天就要两件 为啥把那都删了 你让我看一下的呀 是不是我也心里也舒服 你查账 你觉得账面不清晰 不透明 对呀 往我说的 如果又不行的话 咱俩就上银行 那不能掉流水吗 我说你要咱俩掉下领水 看看这钱都给谁了 或者你发给谁了 你一天净事 这日子 要是不能过 你就滚 别了 一天 事事事的 你说你干啥 啥不行 啥不上 穿衣服 打扮啥也都不敢别人 出去办事能力 也不敢别人 就是跳过毛病 您给他查没查呀 没有查 你怎么不去查呀 去查他就把手机拿在手里 带出密码 我也不知道 必须他本人去 拿身份证才可以查出来 所以您怀疑他对您不忠是吧 或者对婚姻不忠是吧 对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我就不想跟他过 我现在才听明白嘛 妻子是想离婚 我理解的是还是不是 是 还有老师 是这样 就种种原因 我家是农村的 就是我回农村了 这装修 婚的就是好像 就是有点起色了 买房了也买车了 就是亲亲朋友 所以你看看 我这孩子吧 能不能跟你那个学一手艺 完了回来 用这事也是趁点给我炒 不是的 就是个大男子主义 他并没有跟我商量 他就是领在我家里 给我家吃 给我家住 需要我来照顾 知道吗 这徒弟需要住在家里 对 住在家里 还有就是啥 他领朋友回家吃饭 你要是领一次两次 我也忍了 但是这一吃 就是一年半载的 我是说一天两天的 下班就来 交钱吗 不交钱 如果要交钱的话 老师我就不生气了 我就生气生气在这 你这是工友啊 还是你的员工啊 工友 工友 也就是我的员工吧 在一起干活的 那就是员工嘛 就是天天到你家吃饭 就是为什么呢 你不懂吗 这种小老板 他手里面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那几个工人 因此他得围着嘛 这样的 你直接跟你老婆说 不就完了吗 你现在在工地上 还有欠钱吗 工人的钱咱们不差 现在里外里外的 还差二十几万 外面欠你二十几万 对 就是有围款 没有钱 他要买车 人靠英雄马靠岸嘛 在外的谈活也是说的 看你一个实力 你又是骑个小电瓶车来了 二十万的活 你肯定是 百分之七十五 你是谈不妥的 你要开个二十万的车 人觉得你混得还可以 就有可能就是谈多的 纪律要高一些 我说这咱也不盖 这不少谁的 是不是 就是拿这个钱 咱也不是说 打肿脸充胖的 借钱的 怎么财款的 或者贷款的 都不需要有这笔钱 我呢 有这个什么 能买得起的情况下 不需要什么 你就别动了 这样你就是装 这兄弟 您的逻辑完全错了 反了 你开一豪车 人说 哎呦 你这活儿 你得赚我多少钱 完全反了 还有什么事 还有 他母亲生病了 就我一个人在照顾 照顾四十多天 他一句 那个问暖啥都没说 我一说 我说你也来帮我照顾 我一跟他说 他就说 他工地忙 完蛋就把电话撂了 你忙事业得挣钱呢 晚上下班 我能去看一看 我再去照老妈 工程运了不就停了 开车 他其他的儿媳妇和他姐姐 还是妹妹都没去 没有 我小叔的离婚了 没来 我小叔的看家是个男孩 他就是重男轻女 趁我生个女孩 他也是对那孩子相当的好 他有时候就是说 侄儿没钱站 不算绝望 我侄儿要是能养活我 到最后 我东西全是我侄儿的 所以说我听着心不舒服 他要我小叔的上我家来 要是买点吃的啥的 谁不上谁家窗门 我也上他家窗门 也买东西 他我小叔的上我家 要是买点菜呀 或者是水果什么的了 他马上就用 把这个钱 给我小叔 明明买了 花一百多钱 他让我给二百或三百 我弟弟一个人 带孩子不容易 找各种理由 这钱得给我弟弟 还有就是啥 我老太太呢 就出院之后吧 上我家 个家里待了几天 他说我公共照顾的不好 要上我家来 我就把他接来了 那你说我也桌上桌下 赐温买各种吃的 那也有做不到时候 我也不知道他吃啥 是不是啊 那我老太太就买回来了 那他该说了 这菜是谁买的 我说这是咱妈买的 你做的就不对劲 你怎么能让我妈花钱呀 这钱就应该是咱们花 妈妈钱给她 所以说我也可委屈了 听出来你委屈了 对他家多好 他又换出来 我做的都是应该的 他们家人都是对的 我知错的 他们家人还做了什么 他们家人还做了什么 欺负你的事了 让你最不能忍受的 最不能忍受就是这个月子 谁都没词问我 你知道农村跟市里不一样 农村是井水 不是说的像市里自来水 能有水无伤 我自己也买个电话锅 整个买点小米粥 或者鸡蛋啥 自己插粥吃 他一点也不帮忙 他听他妈 或听他爸的 他就说 人家生完孩子 三天就下地了 你都失脱了天了 你自己啥不能干呢 你就装修女 堆在今天是有原因的 我把你这么多年的委屈 我帮你梳理了一下 生闺女不受婆家重视 是吧 对 委屈是吧 对 他们重不重视 你跟你幸不幸福有关系吗 但他也对我不好啊 他也想我生个姑娘啊 你先把不跟婆家的仇怨 能化解吗 自己 化不了 带着恨的 是吧 对 没错吧 对 丈夫现在每做一件事 你的前提条件 叫不信任 对吧 对 你们所说的这个大男子主义 我听来听去 我没有听到有多大男子主义 真大男子主义不这样 是不是今天闺女来了 对 我把闺女请出来吧 来 各位老师好 我是小张 咋看你爸和你妈的关系 首先这个节目就是 我给他俩报的 因为他俩在家就总争吵嘛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不行 我也劝过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你是小孩 你什么都不懂 老一辈的东西 你就不要管 可是我觉得 如果再这么争吵下去 就是根本就不行 就是我妈也委屈 我爸可能也委屈 就是两个人 明明就是有的时候 都是为对方好 可是就是适得其反 其实我是 不是很想让他俩分开的 大家就是在一起 才是一个团圆的家 但是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他们两个 就是在一起 好像并不开心 我觉得 你现在做什么 我现在 我学的是会计 还在读书吗 没有读书了 已经在实习了 你帮你妈 把你爸的账查一遍吧 先把妈妈 一律最大的东西查了嘛 对吧 查了就清楚了嘛 能查吗 能查 人家同意查了 行不行啊 查 就回家我上了银行 查几年呢 查十年呢 最近这十来年 不是跟着我上工地吗 也不是说的什么 就是最近这几年 没挣上太多的钱 同一年还是可以的 他根本就不理解你 不理解我 你卖的有多拿 你回的 好 男人嘛 就是在哪 不能回 知道我们先让姑娘下去 好不好 我们成年人 谢谢你啊 姑娘来请回 你算过没有 打你不上工地 这十几年 你先生一共挣了多少钱回家 交到你手里的 你就打个比方嘛 每年的话 当时说能挣十多万块钱 现在就是一年 给个五六万块钱 就够个生活费 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几年 就觉得说你报价 你看多难 特别是你店铺 或者是饭店了 千里都有那个时间的 你看看严谨 不是 但他要查账 查的是十年的账 就是说不光是大环境的事 是 是不是话讲话吗 他怎么说 现在就是说他想不通了 听懂了 不离婚 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离婚 我也想以后 如果要是 他要是整工地 我也可以去的话 他要我去的话也可以 跟在身边 对 回去就让他去吧 他一样他感受感受 他就知道了 这里头的苦 你也知道了 他感受感受就知道了 是吧 原来你也明白啊 你让他感受感受吧 少好多乱子 第一件事 我们给你弄清楚了 来第二个 还有就是 方东上给钱的 直接给到我手里 不过他手 我回来 我就签的合同 就是每一笔 就是多少钱的 怎么签的 我多样的看 那你说方东 咱一个大男人 你又抱着火了 一说 大哥也好 大姐也好 你看你钱不能给我 给我就不行 给我媳妇吧 这给我就回家 不用我 你拿他那个 微信那门 让人一扫不就完了 谁还关注 你是给你 还给他媳妇 谁关注这个 对呀 你就直接来痛快的吧 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这么做 有点过分 有点太不相信我了 这条不同意 就是不同意 对不对 对不同意 第三个 我还有就啥 家里就谁来吃饭啥 我再从以后 又不思问了 就是再不能往家 领 领就是说 有可能就是 也不给你面子了 我也听明白了 这事 不能说 哎呀就别领了 出去吃吧 那出去吃更是 因为钱 老师 我不怕你笑话 我挣的钱呢 都交给他 微信里 就一二百块钱吧 是这样吗 全不全交我 合同也有可能是假的 这就相当于说 我的合伙人 是个骗子 对 这位女士 你也不能太强势了 不能把那个事 要求的挑挑使道 都得烂的 你得走 踏外边挣钱 你还得把 一切一切的 都交给你 反正要看起来呀 咱说心里话 刚开始啊 看你啊 挺可怜的 这会儿啊 我看这兄弟 挺过能的 行 我就是说 从孩子那方考虑 这孩子没爹没妈 都不好 你就是说 现在姑娘大了 跟你 那对她以后 成长和她成家 也不好 我不建议你 和你老公分手 其实如果我 站在一个女儿的角度的话 我觉得 离不离无所谓 因为我已经大了 不存在说 原生家庭什么这种 我是希望 我的爸妈妈 他们都开心就好 就是更能 尊崇内心就可以了 大姐 我问您一个问题 您说要在一起的 最重要条件 是要查账 对不对 对 好 那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查出来了 哇 她骗了你十年 这婚离是不离 第二种情况 查出来了 一点也没骗你 特别实在 这婚能不能继续 能 不能继续 两种结果都不能继续 第一个结果你知道 第二个结果 你冤枉了她十年 这个老公一定要跟你二 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的这个感情 看起来你一直在付出 但是你付出的不心甘 不情愿 她好像是在享受 但其实她也一直在受委屈 那真的不如啊 分开你们更开心 许总可能还没有谈另外一个查账的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可能 确实账面有问题 亏损数额巨大 还要把家里那些老底全都弄出来 甚至有可能把房子也卖了去抵债 接受吗 接受 你看 所以她的核心就是 这个男人我完全不信 是的 听到后边 我就觉得 大姐你真的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他连合同都给你看了 你不信任他 你对这个人彻头彻尾的不信任 而且我觉得这个大哥特别特别的焦虑 我觉得我能够体会到你的焦虑 但是希望你对老婆呢 更多一点的是坦诚 把他带到工地去 让他吃你的苦 让他也知道你有多难 就是在白老师眼里 可能这个婚姻已经没有价值了 但是又不得不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积累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珊娜老师 就赶快分了吧 这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 然后最可怕的是 这个女人把她这一生所有的不幸 都推卸在了这个男人的头上 这个是最可怕 就是她无论怎么改 她就是喜心革面 她把自己全部从里到外扒 扒拉 然后再重新塑造 然后捏成一个人 也不行 因为她心中的那些伤恨和痛 她过不去 是她自己不愿意释怀和放下 所以当一个人 如果把自己一生的不幸 都推卸在另外一个人的头上 或者因为与她有关 所以造成了我不幸 因为与她的家人有关 所以造成了我不幸的话 那这个观念 自己不去改变 自己不想自救的话 别人任何人是救不了你的 你不用说提刚才所有的条件 说你要改一二三四 怎么怎么样 我就能继续跟你过 我告诉你 你照样过不下去的 所以女士 要是这样的话 就离吧 就赶紧走 我支持你离 我知道你肯定有一些实话 不能跟老婆说 因为你跟老婆说 可能老婆会急 你跟老婆说 可能老婆压力会更大 所以你都可怜到 带着工友回家混饭吃了 你卡里 零花一百二百 在你老婆嘴里 你就是一大男子主义 有句话叫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我要查你十年账 我就愣指着你鼻子 说你外头有人 你外头就是有人 不需要任何证据 其实来这儿 就是伴你的 兄弟 我觉得你真的好惨 要不 让彼此都轻松点吧 是这样的老师 虽然说 他嘴上是这么说 没事没事 我明白了 您不想离嘛 不用解释 有时候隐忍 也是一种习惯 这种习惯只要形成 根本不用解释 夫妻双方 一方以离婚 为工具 胁迫另一方的时候 我拒绝帮凶 就一句话 你的妻子已经做好了 跟你离婚的准备 所以 他提什么要求 你想继续过 能改的 您就改 就在一起 如果他提的要求 你达不到 那么未来 这个日子 还是过不下去 对 您自己考虑考虑 好不好 过不过 离不离婚 那是您自己的权利 一个小建议 离婚也好 不离婚也好 您的生活状态 都得调整 您需要换一副眼镜 去看待这个生活 谢谢两位 请坐请坐 来我们请我们年轻的 小朋友们 本期第三队情感嘉宾 小荣22岁 来自黑龙江 人世 小孙22岁 来自辽宁 独立摄影师 那么今天 他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觉得你们之间 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他女发小啊 你说我们两个谈个恋爱 他什么事都要跟 那个女发小说 这种三人型的恋爱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我只是没有恋爱经验 找到巨巾而已 就算是好朋友 也要注意分寸呢 更别说 他和那个女发小 还定了娃娃亲呢 他太小心眼了 我和女发小 又有什么的话 早就在一起了 男子做他呀 你那个三人型的恋爱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有一个 从小一起长大的 一个女发小嘛 就是我觉得 他们两个交往 有点过密了 就是他什么事 都要跟人家说 就是他一直在掺和 那就是我一个 从小玩到大 一个女发小而已 我只是第一次谈恋爱嘛 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问问他 许语经嘛 就是我不知道 这个女发小存在的时候 本来一切都很美好 就是我们两个是 二月份认识的 他跟我说 他是第一次谈恋爱嘛 就是我之前 在实习的时候 在公司 然后他加了我微信嘛 就是想追我 但那个时候 我没有心思谈恋爱 但是他每天 给我买早餐 完了之后 各种送花啊 送蛋糕 然后四月份 我们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之后呢 也都挺好的 就是这个女发小 就是有一次 我看他手机嘛 然后发现 之前他怎么追我 都是这个女发小 教的他 包括后面 我们在一起了之后 一吵架 他就去找那个女的 太过分了 我说你稍微注意点分寸 他也答应我了 然后面上答应我 但实际上并没有啊 就后面又被我发现一次 有一次我去上班嘛 回来 但是他那天休息在家 然后我回家 一打开家 就那个场景 烟雾缭绕的 然后那个臭袜子 还有那个衣服 飞得到处都是 他躺在沙发上 嘶儿瓦乱叫 跟人家女发小打游戏呢 我当时我火一下就上来了 那不也是 只有那一天吗 我之前跟他打游戏 你打游戏了吗 你问问大家信吗 就那么一次打游戏 正好让我撞见了 这又就是这么巧啊 就是这么巧让你发现了呀 就那一次 而且我跟你解除过很多遍了 你就是不信 你让我怎么信呢 我亲眼看见了呀 就这一件事吗 你俩不还是没完没了的吗 之前我们两个 快要一百天纪念日的时候 我以为他记得 因为有一天我看他在学礼物嘛 就看大半夜的看项链 我一问 然后结果人家就支支吾吾吾的 啥意思呀 那项链根本不是给我买的 那是给人家女发小挑的 为啥给女发小买项链啊 是因为那女发小 正好要过生日嘛 生日礼物给他送 挑一个生日礼物 不用心呢 给人家大半夜的跟他找 然后背着我发项链 然后我问他 他还支支吾吾的 这很明显就是心里有鬼 而且他因为这个女发小 把我们那一百天纪念日给忘了 就在你心里 就他比我还重要 而且我觉得 这关系根本就不是对等的 确实如果说对等的话 确实不对等 小片里不是说人家 是有娃娃亲 有亲约的 你确实不对等 那有娃娃亲跟我在一起干嘛 这事 对你怎么知道 这事还是我发现的呢 什么情况 就是我挺想知道 就是他父母是怎么想的 就是包括 其实我也跟我家里说 就是我们在谈恋爱怎么样 是我第一次 就是跟家里说 我说对象 我也觉得他应该说吧 就是半年时间 我觉得也挺稳定的 应该说 但我发现 他根本没跟他家里说 然后他跟我解释是 他觉得半年太短了 而且我们俩太小了 没必要跟家里说 本来就是太短了呀 根本就不是因为这个 就是因为那个娃娃亲呢 就是我有一个那个 他和他爸的聊天记录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儿子过年回家不 这个小凡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那个女发型 和他 等多年回家再商量吧 反正早晚的事 你俩都好了这么多年了 我们从小到大的朋友而已 我和你妈都认识 那个儿媳妇了 挺好啊 我们好那么多年 也就是朋友 朋友关系这么多年 你爸爸不是这么定义的 你爸爸眼瞅着 要跟人家正式结亲去了 没有 我爸爸不知道 我俩没有那层关系 你为什么不让你爸爸知道 对啊 这么多年你没让你爸爸知道 你让女朋友误会还行 你让亲爹闹这么大误会 你合适吗 确实也不合适 确实是我爸误解了这个事 你那个发小 他知道这个事吗 也知道是吧 他是什么意思啊 喂你好 您能听到吗 请问是小凡吗 我们这边是爱宝节目组的 你好你好 我们想问一下 您和小荣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就是很熟的朋友 然后从小一起小到大的那种的 那您这边知道 他有女朋友吗 我知道啊 他那个女朋友 其实还算是我帮他追到的呢 是你主动要帮他的吗 就是他来主动问我呀 而且我也挺想知道 他谈恋爱是什么样子的 那你觉得小荣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女朋友呢 我觉得 他真的很好 而且特别的温柔 阳光 我们俩从小也特别的合牌 他那个女朋友 我不太了解 我觉得 比较凶巴巴的 特别容易生气好像 我们听说 你还和小荣定的娃娃亲 对这件事 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从小就知道呀 他爸妈也特别喜欢我 但是这种事情的话 还是要看哪边家庭的意思吧 那女发小都说了 人家那娃娃亲啊 主要看双方家庭的意思 但是他家里不是已经同意了 对呀 双方父母要同意的话 人家女发小是同意的 对呀 所以说他还是对你有意思 人俩就是无情不淑的 那结果不可能是我们之间的事吗 我如果家庭同意的话 我不同意 那我也 那也不能我爸 那不是刚才你发小的说了 要听双方家庭的意思吗 我再问问 你哥们对你女朋友什么 怎么样 就女发小看来不太喜欢 哥们觉得你女朋友怎么样 也不怎么样 挺好啥也挺好 特别给你介绍对象了 没有 他只是随手一说而已 怎么没有啊 那都有聊天记录的 怎么没有 来看记录看记录 这都是语音 这个哥们俩又吵架了 真的呗 我俩两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的 我快受够她了 她还没有嫌那么好看了 那换一个吧 刚好我突然间喝酒 也是个女生 老汉的 身材怎么样啊 给我看看呗 身材老好啊 可是你俩挺般配的 比你家那个强多了 你看看你那个样 你就发那个恶心的表情包 还说那些话 你这不就是顺着他的话材 有那个意思吗 你这个看着头尾都不看 你俩之前上面说啥 下面说啥你都不知道 上面说啥 下面说啥 说啥也有白纸黑字写的 你没办法要给你教对象呢 还有这段记录啊 你自己不还问 你如果你真的喜欢我 就对我就想让我 咱俩好好在一起 你打听那女的干嘛呀 那我就是兄弟之间的 场面话而已啊 就是唠唠嗑 随便聊聊 我也没真想要啊 那你不还能吐槽我 说我就没原来好看 又怎么怎么样 那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我也没造假呀 哎呦我本来不想说 不是你追我的时候了 行吧这个 我觉得也不会再有什么事了 你谈了多久 就这破事全出来了 就是主要我俩的矛盾 就是那个女的小孩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姑娘 我以前谈过 方便问为什么分开吗 比较小嘛 刚上大学大一就是也 就是吵吵架什么 就否则就没有那么很认真 就是那段感情和 肯定是不一样 我就是我觉得 我相当认真对待她了 就我都把我俩事 跟我家里说了 包括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对她也非常好 对 我还没说呢 她给那个女的花 好几百块钱 买那个项链 然后其他过生日的时候 那个女的 给她找了个红包 大家都知道 红包最多200块钱 我一点开 66 真吉利 反过我怎么对待她 就是我特别特别认真 给她准备生日礼物 就提前订酒店 然后就是买那些布置 就是满地的气球 然后墙上也贴的都是 就是我全都是一个人 我用嘴吹的 然后每一样生日礼物 都是我自己手工做 蛋糕是我自己做的 然后包括 我送她的鞋呀什么的 都是手绘 我不说价钱 我讲的是一种心意 你为什么拿你自己 和她的女发小去比呢 因为我觉得 我对她就已经非常好了 你已经掉坑了 不是正牌女友吗 但是我觉得她对那个女发小 比对我更好 就是老是因为她 还要在比 所以是个笨丫头吗 你已经掉坑里了 你比得好自然 你把自己的一切 跟女发小的对比 对比得特自然 所以今天来干嘛 就是我想 就是 我倒没说 一定要她俩断干净 因为毕竟父母关系都挺好的 就是你能保持距离 就是正常的社交 然后还是 就是还有一个 就是希望她能把未来事 跟你家里说一下 我刚才听的呀 真听不下去了 很少 在两个恋人之间 而且还应该 还算是热恋的恋人之间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她的父亲的 跟她的对话 你就能看出来 她和那个朋友的关系 何等之深 她跟自己的朋友的对话 你可以看出来 她和你的关系 何等之浅 我如果是你的哥哥 是你的父亲 我为你脸 我瞪着你就能走 咱们缺吗 咱们缺这么一个 对你丝毫都不上心 一点也不爱你的人吗 这份关系 压根就是如履薄冰啊 更何况 边上还藏着一位 不知道他抱着 什么样的想法的 然后一直在窥探你们的 冷眼观察 背后给你们使伴的 那么一个女孩子 我真的压根我不知道 你看着她什么了 真的是 这么卑微 这是爱情吗 真不是 祈求来的不是爱情 赶紧分开吧 就这样 这位男生 你刚才和你朋友之间的 就是聊天的截图 让我觉得 你这些朋友很下作 为什么 你居然没有维护他的尊严 说自己女朋友 没有以前漂亮了 然后你没有把他 当做一个自己人 而且吧 我想跟你说 以我肉眼可见的 就是这个女生 比你好看多了 而且呢 身材好的呢 你也可以量一下 自己的身高 你也配不上 这是我想说的 你知道他女发小 喜欢他吗 我没有明确的证据 我就怀疑 因为我觉得 你听完那段录音呢 那当然了 我肯定的呀 所以你要干什么呀 他跟他的爸爸 自己的亲爹 都不解释 就是家里面说 你们这么长时间订婚吧 好这么长时间了订婚吧 就是家长都不是傻子 你们好这么长时间了 咱们订婚吧 这个好字代表着什么 是俩人是在出对象呢 还是关系好的意思 就只能谈了恋爱以后 才能订婚吧 所以他爸爸妈妈那儿 就默认为 他们两个人 是一直在谈恋爱的 对于这件事情 他竟然不解释 所以我觉得现在 就很清楚摆在这儿 很明确的 第一女发小喜欢他 你知道 第二 他对于女发小的喜欢 视而不见 或者说全盘接受 只不过我不跟你回应而已 那么对于爸妈那边的催促 他也不正面解释 一直在拖拖拖拖到说 过年的时候我当面说 请问这事有什么需要当面说的 那种种迹象 就说明一点 不尊重你 你看吧 继续留还是分手 他可能对他女发小并不那么满意 甚至对家里的安排 也不是那么满意 你是他用来挣扎一下的道具 他为了跟你恋爱 他让女发小帮 帮他出主意追你 那心胸宽大的 哼 你想玩 我支招帮你玩的 你还能玩出我的五指山去 回答我们记者的话 我们都听家长的 家里怎么定 我们就怎么办 家里怎么定的 你只要认字 刚才你看的明白 他呢 你快帮我追这女孩 我用这女孩 我追她的过程 我气死你 气谁啊 去你去女发小 你想驯服我那么容易吗 你是道具 然后呢 现在两家人都知道 两个人应该在一块 他也不明确 女发小那胜券在握 你去想 你想最后跟 这个男孩结婚 你得经历何种的 九九八十一难 你得忍多少 装多少 承受多少 当然了 最后你 忍了那么多 装了那么多 终于有一天 你成功嫁给了 心目当中那个人 可能那对你来说 就是胜利 就是幸福 我是他 亲口疯的正牌女友 我为什么要走 你为什么要走 给别人添乱 人家两家子说挺好的 你去掺和 就是给人两家子添乱 给自己添毒 给别人添乱 给自己添毒 给爹妈添痛心 一定要坚定地爱下去 你看我建议你女朋友 一定要坚定地爱下去 要爱下去 我还是能听出来 这个是否刺的 老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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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么年轻 为什么不找一个干净的底色 去恋爱 就特别奇怪 就男生我也很奇怪 女发小说 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由两个家庭来决定 那你不气愤吗 我要给关系做界定 就是发小不就是好朋友吗 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吗 一直帮我的好朋友吗 一切为我好的好朋友吗 这叫发小吗 因为我们一起长大 她说这样的话 我一定是愤怒的 反正在我 就是在我哪个年龄 我都会愤怒 这件事不得了 相当于另外一个女士 向我暗示了 示好了 我女朋友在我面前 我赶紧要自恋 不是 我真的跟她没关系啊 胡说八道 没有 你都没有 你非常平静 希望你们把你们的关系 变得简单一点 所以你们愿意在一起 你们在一起 我们只是表达了一个 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就是从生活来说 越简单的东西越好 拍肖像是不是 一样的 光影越简单 越透 出来的片子越好 不追求那种复杂的东西 好吧 行了 你们琢磨琢磨吧 谢谢你们 请回请回请回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这对六十多岁的再婚夫妻 他们作何决定 请开门 没有吗 出来了 吓死我了 这应该出来 那个怎么着 搬下楼来吗 我听老师的 真的不容易 我们俩走到一起 所以我挺老实的 客户一下 客户 好 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这对老夫妻的浪漫时刻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幸福 谢谢谢谢 潮来天津玩 你带他回家来玩 好吗 谢谢两位 祝你们幸福 请回请回 下面这个是最拿不稳的 表面上看是一个完全的大男人 或者叫大男子主义 实际看整个这个家庭的命运和操控 是在这个女主人的手里 你怎么看 他们会出来吗 我觉得不会 回去的那个姿势啊 那女的很决绝的自己往前走 老公很颓废的 我觉得他这个这个这个怨气已经熬的 就淹得太深了 在他身上 我觉得有可能不会 就算出来也不看好他们 就还是过不下去 不是婚姻不幸福不代表 一定不能延续 还是会出来的 因为那个刚才那位 妻子那个状态 就是我吃定你了 让我们打开门 看一看这对结婚了20多年的夫妻 今天在这个现场 到底会做何选择 请开门 不在 不在 下面这个就有意思了 这对年轻的小朋友 恋爱不久 但是好像女生对这个小男孩又特别特别的痴迷 我不知道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一对的未来走向的啊 我们的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你预测 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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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可能结果打脸啊 请开门 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不出来是对的 人家两家相处甚欢 他跟自己的女发小能玩到一块去 掺和这乱干嘛 所以还是那句话嘛 就是很多朋友说你们是爱情保卫战啊 怎么来这就这么拆嘛 我们就想说那一句话嘛 192就要爱嘛 我们保卫的是有爱的那部分嘛 对 就是当你有爱的时候 所有人都愿意去为他做守护 没错 而没有的时候 那就算了 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就是让爱变得纯粹嘛 对吧 同时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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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